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对于宝钗来讲很屈辱的 但是这么屈辱的状态下 他要接受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 什么一个背景 我们在前两集已经说了 林黛玉跟真家跟林家背景深厚 然后呢第二集就讲了 王子腾呢意外的死 这个故事水好深呢 本集呢我们就讲讲了 真正到了结婚这儿啊 当时各种变数之下 好不容易就要结婚了 前面又是花妖 又是什么贾家的态度 其实啊跟王子腾和贾雨村 这林家王家到底谁的势力大 实际上是一直在摇摆 最后能够嫁给宝玉 那还找了一个理由 是因为宝玉生病要冲洗 对吧 宝玉要不冲洗呢就要死了 在古代呢 中国的中医理论呢 干什么的都讲冲洗能治病 对吧 其实用现在的话说嘛 那就要心理生理学 你心情愉快了 你的病就容易好了 对吧 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科学道理 而这个冲洗是什么样的背景呢 我们从这个书里一点点给大家讲 在书里先写 贾政要外放良道 要远行 而且这个远行啊 关键是已向皇帝奏明了动身日期 你到时候啊不走都不行 所以这样贾母啊 也就不得不在贾政走前呢 与之商量一下宝玉和宝钗的婚事了 这个婚事得商量对吧 前面讲本来呢要去保差 两家已经商量好了 但在这个时候啊 王子腾要进京拜相 元春空事 薛家人呢 又拿糖要价 我们就说了嘛 当时说还要问问薛帆 同意不同意 对吧 拿糖要价 所以被暂停下来了 你想那时候还拿糖要价的 后头怎么又能冒名顶替啊 对吧 这都是有过程的 所以后来再度商量呢 就是王子腾啊 死去以后 还有包括呢贾政等人态度的变化 这时候王家薛家联姻更着急啊 王子腾已经死了 对吧 在联姻之中啊 甚至还可以转移一些王家财产呢 还可以洗白一些风险呢 知道吧 所以这时候我们前面也说了 就王家薛家应该上了手段 宝玉这个病 这本身就很可疑 你这个病 这让你女儿冲洗过去 冲洗过去 人家就 真要病不好了 当寡妇是什么状态啊 你不等人病好了 在那什么 又不是说丫头婢女的 实际上她去的时候地位很低啊 所以这时候贾母啊 就来请贾政 因为制造出来了保育的病 有冲洗的需求 那贾母啊 就觉得这要结婚 要冲洗急切切 所以贾母当时突然把贾政 叫去的商量起保育的婚事 你看书中啊 就是这么写的 贾政既忙进去 见王夫人带着病也在那里 贾母就说话了 我所疼的只有保育 偏偏的有病的糊涂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我昨日叫赖生媳妇出去 叫人给保育算命 这先生算得好听 说要取了精命的人帮扶他 必要冲冲洗才好 不然只怕保不住 我知道你啊 不相信那些话 所以呢 叫你来商量 你媳妇也在这儿 你们两个也商量商量 还是要保育好呢 还是随他去呢 贾母这个说话啊 贾母要取保钗的理由 也有变化了 前面商议的时候 说的什么 是林黛玉身体不好 恐怕不受 这一次呢 贾母大谈了冲洗 那是为了救保育的命 现在的人呢 对冲洗当然是当做迷信了 根本不信 但是古代的人 非常认可冲洗等事啊 王家人为什么要寄出冲洗来 这因为王子腾死了 在原来的条件下 没有冲洗啊 贾家人未必愿意去 那需要贾家人啊 立即兑现去保钗进门 前面我们讲了 王子腾死的这个消息 还瞒着贾母呢 对吧 贾母不知道 知道了会什么样子 那就差别大了 宝玉需要冲洗呢 也当然应该有幕后操作 谁在操作 谁在推动 对吧 什么叫精密啊 精密不就精密良缘吗 黛玉可不是精密啊 那是牧师前盟啊 那是牧命啊 对吧